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醒报》的财经台 我是主持人列宪忠 刚才我们最主要关心的是庶民幸福感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庶民 没有感觉到这么幸福 可是我们的经济数字却不错呢 因为在我自己的解读就是 我们有所谓的GDP 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水准项 以及一个成长率 就是growth rate of GDP 就是我们的经济的成长率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有关这个产业的问题 我们刚刚社长讲了 产业的投资大概占20%多 那么也就是整个经济水准 可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对 据我的解读 也就是上次其实我们也讨论过一次 那么有一集大家都分析 其实今年的I的贡献 就是成长率这个 如果说10%两位数 有六成可能是在I的部分的成长 也就是去年因为在金融海啸 刚结束的尾端 大家都不敢马上助然投资之下 今年很多产业有点心情开始投资了 好像I的成长率是有 可是如果这样去解读的话 也就是说我这样的看法 以及刚才社长你所提的 可是我们的制造业 好像大家有这么多的投资设限 刚才谈到是一个 这个所谓绿仁跟经济的冲突的问题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好 有些设限 可是我所知道的 某些产业在今年 的确也是重金投资 因为他们看到景气 要朝向复苏的一面 这一点我不知道 我这样讲 跟社长您的观察会不会有差异 您能再解说一下 我想在基本上这样 我刚刚我说特别回应 那个罗委员这个讲 就是说也许我们假设 你在策略上 或者在想法上 有多一点加法 你只要加了 薪水也加 然后就业机会也加 那么当然他们的幸福感就会来 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加 您要加这个就业机会 或者加这个索德 要从哪里来 那你一定要有这个 你一定要产业的这个 这个部门的这种成长 才能够把它这个提高起来 那么基本上我们在今年的 最主要贡献还是 第一大的贡献还是出口部门 是是 出口部门大概将近30 那这个投资的这个部分 大概都是 但是你知道这个投资的 基本上都是在装备上的投资 比如像这个半导体 比如像光电 都是设备的投资 所以它并没有 为什么会有jobless 那个无就业之后 因为它投资的是机器设备 在那个 在那个人的这个 人力的这个投资上不够 所以如果说今天呢 我这个方式改变 而是在人上面去投资 所以刚刚我为什么说 讲你在服务业的 这个部分的这个投资呢 它可以使这个人的 这个用人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产生这个加法的 这个效应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就业机会 最自然就会增加 就会增加嘛 我在这里面呢 可能有一个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盲点呢 可能还需要这样 我们在经济成长里面呢 有相当部分 将近有事成的部分呢 那个投资什么叫 存货的投资 所以你还是挨 但是呢 它是存货的投资 如果存货投资也没有人 这个机器设备的投资也没有人 但你把这两个因素在 如果考虑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 说无就业啦 或者就业机会不足的 这种状况 所以今天呢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 回到呢 对物的投资 马上移转到 对人的投资的时候 我相信呢 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气氛呢 那种幸福感呢 应该是会不一样的 好 我们谢谢这个林社长 还是给我们 从经济的这个角度 去切入了非常多 不过呢 刚才我说明一下 就是我刚讲的 jobless 好像是在去年喊出的 其实今年好像不太喊jobless 也就是我们的失业率 其实数字上看到是有好 而我不知道民众如何感受 其实我自己在教书 我的学生 去年真的都找不到工作 今年全部找得到工作 而且今年还很缺 而去年教育部给了我一个 22K 那硕士是28K的 一个免费的 今年的药也要不到了 也就是他们都有工作了 所以我的感觉 这个jobless 好像有点不复存在 我讲是年初过去年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一个叫做无感复苏 那时候的recovery是jobless 现在recovery是fearless 没有感觉 那所以当然 因为刚刚代所长 对我们的失业率去解读了 您说产业的转型 使得好像失业 可能会没有 没办法上岗 您那边也解读一下 因为这个4.92 难道这个数字 如果重新市场 或者大家的解读 真的大家没有上岗吗 我的感情其实 你要把那个短期就业这个 很多的 今天在经济部跟老委会所给的 这个我是觉得并不是很好 当然都是出于好意了 那如果说一个聪明的人 他懂得这个资讯 懂得电脑的话 他其实他可以在三年半到四年 不用做事 就领这个政府的这些津贴的地方 那我觉得那个方案呢 本身呢 他会造成一个很坏的 那个就是说 当你这个 有很多这个能力较差的 甚至我讲 就是讲的比较极端一点 他其实他是电子的白痴 他没有根本也没有电脑的工具 也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政府的这些短期 就会他完全是拿不到 所以这个怨言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结果得到的 他变成就是说有能力 有这个知识的人呢 他可以去取得这种 这种短期的这个 这个短期的工作 这个数字太高了 但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这一次失业 已经有回问之下 这我们讲数字了 短期就业 我之前在 好像是去年年初谈 已经一年半多了 谈到说短效应 需效应的 短期就业工很多 都是在去年年初丢出来的 金融还要末端 请问现在这种短效应 需效应还有这么多吗 我先带首长 你分析一下好不好 因为至于少 我现在想要这样的工 要不到啦 还有吗 事实上短期效应还是 因为政府的政策 并还是没有退出 还是存在的 还在 因为就是说 随着整个 最近稍微购买率 有点增加 市场有点复苏 那复苏当然会带动 很多的是短期工 比如说临时工会很多 这些也算是就业 所以说感觉上 就业率下降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某一部分 稍微有点复苏 带动另外某一部分的 所谓的短期工 但是你会发觉 这些短期工不是专任 都是指于兼业 都是兼任的工 好 那我再回复一下 刚才林市长提到 这几年我们知道 有投资 那投资很多是设备 那设备 很多设备是进口的 不是我们国内制造的 所以那些也没办法带动 我们国内的增加机会 就是我们很多 ICT产业的很多设备 都来自于国外进口 来自于国外 那那一部分就是 国内没办法做 那另外就是说 另外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 过去很多的政府的政策 基本上他没有考虑到 因为你说能够带动 因为我们整个结构 产业结构已经转型 到所谓服务时代 但是我们服务业的策略性服务业在哪里 谁能告诉我们 我们有没有策略性的服务业 就是领头羊的服务业有没有 这些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没有 比如说要发展所谓观光产业 观光产业是一个领头羊的产业 但是我们做了多少 我们看到有没有 它真正能够带动整个 有没有看到吗 那么所以说 这整个一个 刚刚林轩提到 就是说很多的服务业的市场价格机制 被控制住了 被限制住 它好像是服务业是一个无常 是公益性 实际上服务业是应该 价格机制应该让它弹性化 不应该 这种不应该管制 好 那另外再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几年我们的政府的 包括所谓很多政策 那些政策是好到谁呢 是好到所谓财团 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 那个遗产税的下降 我们的营业税的下降 好到谁 好到是一个财团 好到企业家 那百姓感受不到 因为遗产税对我来讲 因为基本上台湾 基本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扣不到遗产税 所以说现在再多一名用 他对他讲 整体的整个政府的政策 对他讲都没有感觉到 他没有感觉到 我得从这边 我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那我就业又没有办法增加 我得到就业是主义那种 吃不饱的就业 我差一句话 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就业的 对我一直很关心 这个短效率今年还有吗 这个问题还存在 还是很多吗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这个统计 包括台北市政府 还有全国的这个统计 所增加的这个就业 百分之七十五 都是非典型的 非典型的 就是包括派遣的 这种基石工 什么这种 但以政府所补助的 短效应需求 那些工还存在 民间的雇佣也是这样 对 是民间雇佣 我现在讲这个整个就业 就业增加的部分 百分之七十五 是这个非典型的 这个就业型 我们对这个想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像我们这个 非典型的这个增加 所以就刚刚这个 罗伟员讲那种 它没有这种安全感 它就没有这个 稳定性的这种 因为这种非典型的 大概就是 只有upon request的那种 就是 那罗伟员 你认为这个非典型的是存在的 那如果假设你认为也是存在的 它是由政府的补助所产生的 还是现在企业界也都是喜欢去聘用短期的呢 其实当初政府为了解决这个 那是在去年年初 太多问题 其实他丢出这个22k 或是研究什么28k 其实害死很多的一些新的新鲜人 他要去就业 薪水拉不高 很多企业都以这个为标准 他说政府都22k 所以我现在雇佣新的想法都用22k 所以整个的薪资都调降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walking poor 有工作 你有工作吗 他破云无奈 因为就是先有个工作来那个 那再来 事实上政府的这个短期工 大部分都是在哪 都在对于那些年轻的鞋子 就大部分就 他花了几百亿 都是对那些年轻人 那年轻人反正有那种失落感 我这个六个月三个月做完 我的下一个工作在哪里 那虽然现在还是在研究 时间到了 又延期 只换一批人 就换来换去 又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 是这样子在做的 所以事实上我是觉得是说 假如真正的一个失业率 真的有调降的话 就说 因为现在我目前看不到说 就是那种真正的企业 去雇任员工 就好比他们现在举办很多 那什么就业 就业什么博览会 就业去登记 那有时候强迫说 叫快速工会说 你是不是也去 弄个摊位 提供一些 一些那个 那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 这我释放出来是怎样 所以罗立委 你在这个 政府单位 这个就是立法院里面 你的认为 很多是被强迫去的 所以你认为现在政府 并没有做到 真正让民众感觉到 经济好 事业低 都被强迫 所以政府现在做的方案 是非常 有一些很多的缺失 需要改进就对了 对没有错 好 那我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更深度讨论 谢谢大家